今天跟大家介绍就是Zoom里面一个非常棒的功能 平时我们开会上网教书分享屏幕分屏幕或者分享一些slice 出不了自己的样子 但现在可以把自己的样子放在那个slice上面 真的非常之简单易用 好 我们试一试开一个Zoom Meeting 接着 跟着一样 Share Screen 我们不选Basic 只选Avance 这里有一个新东西 slice as Virtual Background 就是把我们的样子放在slice前面 slice就像是 Virtual Background 变成如果我们透过视频的录影 可以用来拍片 可能我们将来连Green Screen也不需要 它暂时是Beta版 应该功能陆续新增 之后Share 好 跟着给你选Presentation File Keynote或者PowerPoint 在这里选Keynote 好了 看到样子 展示出来 我后面没有Green Screen 你就可以随意搬的位置 放大缩小 非常方便 推得很漂亮 你看旁边的Background 退得非常好 好 跟着可以讲书啦 中式ICT 例如Python Defined Function Key Average 你讲书啦 只是这里是不可以做Annotation 我们找找吧 暂时未见有Annotate 那个按键在这里 现在一般的分享屏幕就有的嘛 但是这个 Share Slice Background 就未有 希望周围有啦 好了 跟着我们试试录影 如果呢 我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制作靠影片 除了上台开Live的时候 学生看到老师的样子 有更加适合 你想的样子大些 多大都可以 即是后果 很出的 但有时候我们想拍片的 拍片的好处就是 学生随时随时看 不用限制的时间 我们就按Record 好 Recording in progress 那跟着好东西讲书啦 在那里 或是缩细先啦 OK 那我们在那里讲书啦 只是想接笔 将来再想一下接笔怎样处理 即是怎样在上面做一些Annotation 好了 讲讲讲讲 讲完啦 跟着我们就试一下 Stop Recording Recording stopped 好 跟着就Emitting啦 Emitting就可以 就是Render 那个影片 就再找出来看一看 好 搞定啦 Save 好了 开出来看啦 Double Play 啊 非常好 那你发现就是 真是 省了很多功夫啦 原来自己家里的电脑呢 就能够做到这样的效果啦 真是 不需要一个Studio啦 也不需要 连Green Screen都省了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啦 大家资本事少啦 拜拜